我们现在是在重庆抢先试驾标志的408X 是的 它就是跟冬雪的凡尔赛是同平台的车 它们都是成都生产的 但是成都工厂生产的凡尔赛 是全球只有这一家 然后销往全世界 但是这个除了成都的工厂 还有法国的米卢斯工厂也在做 它其实就是法国版的408 就是跟国内咱们看到的408的三箱 其实不是一回事 然后我们要说一下尺寸上面来说 它是要比凡尔赛是要短了 正好100毫米的 但是宽高和轴距几乎是没有差的 但是设计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你看它的这一套的设计语言 还是有标志的那种 就是小狮子很凶的那种感觉 什么狮子的眼睛 狮子的牙 然后包括狮子的爪子 它这个车后边还多了两个狮子的耳朵 反正我觉得就是它比较紧凑 然后比较凶 就比较新锐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人还在讨论 就是说标志新换的标 它其实这个也是在致敬它之前的车标 就是和你们想到的那些巴拉巴拉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其实还是挺怀念这个 站着的小狮子标的 觉得特别的可爱 我们往侧面看 它跟放尔萨也一样 用了一个高窄胎 但是你先别着急留评论 就这个虽然是2059的 但它也有225 18英寸的 然后关键是海外版 它有一个245 20的 就是它就跟咱们看到的这种 就是对称的轮毂不一样 那个就是一个非对称的 就非常有设计感 然后我们感觉一下 侧面 其实侧面尤其是这块的感觉 你就能觉得说 好像感觉就比凡尔赛短了 这么一截 还有这个地方 它俩也不太一样 你看这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两个狮子的小耳朵 凡尔赛记得吗 它是整个的一个双尾衣 然后雨水这么这么这么 把它带走的 但我觉得它后面 其实挺有兰博基尼的那种感觉的 就挺凶的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颜色 它叫做双向色换蓝 就是说阳光下看着蓝色 但是你到了一个弱光下 它看着就有点像绿色 是因为它往这个车漆里边 增加了这种被母的这种光泽感 所以它会有一点这种变色换彩的感觉 我之前呢看过一个黑白拼 我自己觉得那个颜色是很好看的 就是它那个强烈的视觉冲突的感觉 来的会更明显一点 然后再有就是前脸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其实这个跟海外版的前脸不太一样 给你看一眼啊 走我们往前走 它的前脸的这些点阵 它是向两边撒开的 但是这个呢 其实是国外版的中配版 然后它海外版还有一个就是标志不是喜欢有一个GT版吗 一般就是它的高配 但是国内版没上那个版 那个呢就是点阵的感觉是纵向这么下来的 其实我觉得东标这种做法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从C6上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车永远是没有错的 可能大家卡就卡在定价的这个问题上了 它如果要做那一套脸的话 它要重新看母具 它肯定价格就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中配版的脸也不错 你们感觉呢 这个好看还是20色好看 夹制的中控设计一直都是一绝 你看就是这种一层一层下来的 然后它这次的这个仪表盘是一个裸眼3D的 我不知道拍摄能不能拍出来 就是它感觉是有两个层次的这种感觉 然后小方向盘就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特别有手感 然后上屏下也屏 然后这次关键是这一块的中控屏 下边呢给你搞了一个副屏 就是其实你长按这个 就是每一块你都可以就是选择像咱们手机似的 你比如说像手机这一块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快捷方式 你会把它放下边就这块都是一样的 然后关键上它每次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它都有这么有一个仪式感的感觉 像是开屏的一个 下边也有一些常用的这些实体按键 然后整个的换等区其实跟凡尔赛就基本上是一毛一样了 但是你看它中控台的这一块也都是这种分层的设计 它这会等于是叫一个副驾的这样的一个中控区 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用处 就是你从整个的设计上来讲 你就觉得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它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这个车内呢是有很多这种绿色的一些缝线 这个座椅上也有 它其实跟凡尔赛的椅子是不太一样的 凡尔赛椅子上面是有很多的那种人字型嘛 有很多材料的那种细节 它的这种不适 就是它虽然也有一些这种小的形状 但是它还是整体的偏身 而且它做了一个超级大的这样的一个头枕 就是从后边看过来 你会觉得就是它的椅子虽然不是一体式的 但它有一点就是赛车的喜欢的那种椅子的感觉 今年它没有重回乐盲了 其实前面设计上我没什么意见 空间上我当然有一点意见 就是我觉得它们要是能把整个的车顶都换成浅色的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头枕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你这么望出去 你觉得座椅是黑的 然后车顶也是黑的 会觉得稍微的有点压抑 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天窗 其实整个开的不是很往后 就是稍微开的往后一点 你也觉得能够掏出来一块空间 你就等于就是你看这 这会感觉有一个凉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有就是后边这中间少了一个头枕 反正这几个头枕吧 都做的hold老高hold老高的 要不我拿这几个是吧 你给我做的差不多点 然后换一个这的头枕 你觉得行不行 还有就是后排的空间 其实腿这一块 我觉得跟凡尔赛大差不差 然后动力上也都是一样的 1.6T加8AT 但是它们俩在动力方面调校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拍一圈 开起来喽 说一点跟凡尔赛不一样的地方 这台车是没有HUD的 因为它仪表本来放置的这个位置就很高 目光所及 然后还有它没有PHC PHC那是雪铁龙的舒适的加分项 它俩定位完全不一样 你看它长得这个 这个张牙舞爪的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了 它其实是强调运动属性的一个车的 而且这个方向盘的指径这么小 你看咱们在山里面跑 就很有那种 就是大家玩一个很有乐趣的车 在山里很爽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车小尺寸的方向盘加波片 这是全系标配 关键是它底盘上来的那种感觉 是很紧致的 然后你在每一个弯里边 你又觉得它支撑还挺到位的 所以你总想把速度带的再快一点 还有就是你知道吗 它的这个是显示档位的 你知道现在显示就是什么 第二第三第四就是显示档位的车 它真的越来越少了 然后你再加上它 其实N位是方便整体做的都挺好的 就你加大油你能听到的 就是那个挺悦耳的 不是刚好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 而且还有转速表 你知道吗 就是试电车试的 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少没开这种就是很有生命力的这种车了 你就感觉它是活的 它是跟你有交流的 还有一个跟驾驶有关的 我坐在这儿 其实我能体会它全黑内视的那种感觉了 就我们好多年前是R36的时候就说过 说了你周围漆黑一片的时候 你就很有那种在电影院里面的感觉 因为你的目光所有的视线都会集中在前方 但是我要跟你说 如果说你有家庭 你后排你要常用的话 我建议你选择那个蓝座椅 然后它的那个顶棚什么的就都是浅色 那个你会觉得整个的空间感会来的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内后视镜 你要是通过它往后方档看的话 你感觉那个视野非常非常的窄 尤其是它两边的就是那个后脚那 那包的如果说在城里边 就是你那种电动车非常非常多的穿行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通过这个镜子 然后再通过就是这两侧的后视镜 再去反复的确认一下 我觉得那块容易有盲区 咱们其实已经好多年没感受到 法国车反人类的地方了 然后昨天晚上大家就是晚宴的时候就在问 说我想请问你这个仪表在哪条 后来才发现原来找不到地方的人不止我一个 它其实是在那个灯光操控杆的这个顶端 就你按一下就可以了 像它其他的这些都简直太简单了 但是它仪表里边这次有个好看的地方 就是标志下面有一个法国国旗的一个小配色 而且我这次发现就是它的驾驶模式的这一块的选择 就伴随着你的每一次选择 不光是仪表的样式颜色这在变 就你整个的中控的这一块的颜色都在跟随着变 就它那个整体性还挺好的 这次呢它给自己的定位叫做无界之王 其实它就是一个跨界车 你可能呢就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 你就感觉不一样 好像有点像休旅车 又有点像列装 又有点像SUV 但它就是比较车高比SUV矮 它这次还自己强调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最小离地间隙 其实也就跟咱们常规理解的SUV基本上的都一样 就在194左右 以往常标志和雪铁龙的定价来说 标志往往是要比雪铁龙的定价再高一点呢 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会稍微的比法尔赛稍微的价格高一点 那这个都不确定了 3月21号初级售假 上海车展示